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尤達Bestback的時間 今集錄這段影片已經是英國時間的下午6時 因為剛才有些突發事件 我需要出街處理 所以現在才開始錄這段影片 希望可以快點錄好 整好後期快快快快 可以給大家看 今次也有幾件事想跟大家說 先說回剛剛禮拜日的遮打杯 大家如果有看上一集的尤達Bestback 我都跟你們說我對帳王的信心 以及提供了一隻帳王給大家 作為尤達Bestback 雖然是熱熱的 但是3.1倍 最後也退回到3.1倍 贏得來也很有說服力 薛恩也都搞得很出色 也都偉達 也都表現到他越來越有大倉風範 這隻馬贏了兩場 這隻馬在香港福爾裡贏的兩場頭馬 都是一級賽來的 所以都頗特別 Made and Win就是香港金杯 現在遮打杯再下一城 最佳長途馬 年中的最佳長途馬 應該都是非他莫屬的了 但是有沒有機會駕馬王呢 我覺得點數上還可以駕 不過又這樣說 香港選馬王 都是那幾個人選 都很難說 但是如果你說 比較公開的選舉方法 我覺得也有些鼓掌 因為 帳王 話畢是金杯 都是KO了金槍60 所以 這方面可以說一下 但是 之後怎樣 季尾就自有分曉 但是就替阿偉大開心 因為他 看回賽後訪問 他也說 今次唱帳王跑的遮打杯 是他度過最長的2400米 因為他作為練馬師 在場邊看 看著賽事發展 和他在安上作為騎師 有兩種不同 因為你如果是騎師 他在安上 他在騎著 就可以有什麼風吹草動 他可以有反應 但是 他作為練馬師 他独戰 陣上怎樣 他就已經不能控制了 所以 我完全明白到他的心情 而且他勝出那一刻 也激動到落淚 看到他真勝情 偉大 我覺得他越來越有大將風範 即是不排除 如果他繼續保持 也有多幾部分這些帳王 日後 即是 即是 蔡若翰 高東尼 那些 即是 退休之後 偉大應該都會是 未來冠軍 即是可能 他也有傳訊息給他 偉大恭喜他 看著 看著 都替他開心 說回言歸正傳 說回今次的賽事 即是 今次要講的事情 首先 今天 主要是講一些外國的事情 但是 外國得來 大家一定要記住這條片 因為 今天這條片講的馬 其實很快 你們會在香港 即是我講香港的觀眾 很快 會在香港的越洋直播 大家會 看到的 亦都會 我提及這些馬 所以我預算給另一個 即是 前瞻大家 首先 當然要講的就是 高多芬 高多芬 大家都知道 高多芬 他有兩個 即是在英國 主稅 富稅 就是布爾學 還有 杜晉成 James Doyle 以及William Beewick 就是布爾學 他們兩位 即是 今年在英國二千堅尼 分別 就跑 分別 布爾學 選了Native Trail 我現在的馬名 我都會用英文說的 因為 我不知 香港會用什麼 馬名 我亦都 免得搞 大家聽英文 Native Trail 以及 COROMAS 這兩匹馬 在英國二千堅尼 首先交鋒 第一回合 Native Trail 全面熱門之下 門前就被 扣女 COROMAS 殺 殺了 殺 爆冷 也不可以抵出 先下一城 跟著 Native Trail 然後 在上星期六 愛爾蘭二千堅尼 再出 成功保重 中間 另一匹 高多芬的馬 Modern Games 這匹是現代奧運 我們譯作現代奧運 在法國二千堅尼 梁相大熱姿態勝出 三匹馬 高多芬的馬 包辦了英國 法國 愛爾蘭 二千堅尼 以同馬主來說 亦是第一次 即使以前強度的 如說 古摩 KUMO 都未有 試過這樣做到 即是一個同主 包辦了英外法 三個國家的二千堅尼 其實本來有機會是 跟Native Trail 包辦兩個堅尼 因為其實 如果你說技術上 你一匹馬 其實只可以 在兩個地方的二千堅尼 去爭 或者贏 因為 法國和愛爾蘭的二千堅尼 相隔時間比較近 而且 馬匹都需要回氣 很少會說 back to back up 很短時間 跑完法國再跑 外爾蘭 英國二千堅尼 去到法國 中間隔久一點 所以 不是打機 打機就可以 跑完三場 但是 現實的 是很難的 所以 Native Trail 最後輸了英國二千堅尼 之後 一路部署 就在 愛爾蘭二千堅尼 再跑 Modern Games 目標清晰 就是 跑法國二千堅尼 所以這三匹馬 大家要留意 因為 在接下來 法國打比的直播 甚至乎 你說 接下來的 王家雅士谷 這三匹馬 你們都會看到 這三匹馬 亮相 Modern Games 贏了法國二千堅尼 之後 他就會在法國打比 就會亮相 即是Modern Games 而 Corobus 和Native Trail 大家稍後 會在王家雅士谷 就會看到這兩匹馬 暫時 我知道的消息 就是 這兩匹馬 都會在聖之武士 王公錦錶 聖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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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這匹馬 所以我這次要告訴大家 好了 接著是另一宗 距離葉森打比 還有一個星期左右 這次比較特別 介紹了一匹馬 給大家傳記 這匹是甚麼呢 就是我第一次去沙丘園馬場的時候 就看過這匹馬 就是這匹白旗達 Ralph Packard 旗下的鴨刀娜王子 即是朱德王 鴨刀娜王子 這匹馬匹 Westover 這匹Westover 其實當時 我記得在沙丘園 看他跑的時候 他當時 在終點前 將高多芬另一匹馬匹 殺敗了他 拿到這匹馬匹入場券 較早時間 在星期一 即是昨天 昨天早上 葉森馬場 舉行了 Morning Gallup 葉森打比 Morning Gallup 這匹馬的功能 類似乎 與聲相聚早餐會 但其實又不是完全 昨天早上 有一部份葉森馬 給參賽馬 特意去一轉葉森馬場 適應那裡的情況 以及被馬匹作試跑 所以大家看看 鏡頭一轉 現在就是葉森馬場 現在就是 螢光岸 中間左手邊 比較細點 那隻就是Westover 現在就是在直路頂 那裡 做一個最後試跑 兩隻馬 跟他拍跳 可能鏡頭的角度 就不太好 但你現在看到 越跑越近 你就看到 左手邊 就是Westover的腳法 因為這裏下斜了 現在這裏還要再上波 衝了上來 明顯它已經彈掉了扣鋁 已經過了終點 這幾步就收得不錯 看看這匹馬 當時這匹馬 操完之後 操完之後的情況如何 當然這些訪問 大家就要洗心咀嚼 他自己當然 對於這匹馬 奪標的機會 都頗為樂觀 都頗有信心的 有機會說 入前四 這樣說 這個我就沒有拿到 這個訪問 但根據那個訪問 我就告訴大家 大家可以錄下這匹馬 現在暫時這隻馬 在英國的外圍賠率 它WIN的賠率是25倍的 一度25倍 現在也有20多倍 如果大家留意 留意我在猶達專業鋪的 葉心打比組 組盤 你們可以留意這筆WEST OVER 接下來下個星期六 就葉心打比 但我收到一個小道消息 就是 馬會有機會 之前那天的女士日 即是葉心像樹的賽日 葉心像樹那天 其實是有一場監獻盃 所以 有意思是 可能 香港馬迷 香港的朋友 就可以看到 葉心像樹的賽日直播 當然真的會受注 這是未經證實的 我只是小道聽回來的消息 至於 是不是真的有得到 葉心像樹 大家就要留意 看看馬會會不會廣播 但是就是這樣說 下個星期兩天 如果真的有葉心像樹 都會直播的話 我會到時在馬場 拍一些花絮 或者拍一些直播片 會不會做一些直播給大家看看 當然就是賽前賽後 或者賽事過程 尤其是葉心打比 大家可以看香港的電視直播 但是 之前的東西 我會像杜拜世界盃 當時會做一些直播給大家看 到時大家要密切留意 馬場USB的FB專頁 我會到時會在那裡 會和大家做直播 講回今次的尤達Bestback提供 明天跑九場 但是很多場次都出不足馬 雖然馬少 但也絕不正路 所以明天的馬都頗為兇險 我選了一場 相對明朗一點 雖然都是高手臨立 就是尾場 這一場的二班一千米 明天就在私欄跑道進行 一般好像內欄比較著數 但是我今次介紹這匹馬 其實他過去排的外檔 都是跑得都不頑 那是哪一匹呢 就是這匹三號馬的非凡 這匹馬呢 其實今季曾經一度有機會 掩置跑馬地百萬挑戰輩 但是最後那一場 就贏了 但是他也贏不到 但是不知道第二天第三 這匹馬呢 今季都已經是 雖然他贏馬不多 但是呢 他跑了很多位置 都是一匹 穀草一千的能手 這匹馬來的 今季跑了這個路程 已經跑了兩圈六個第二 對上三場 全部都跑第二 是撇開那天 就是那天 跑馬地百萬挑戰賽 那個 最後回合 那一場就跑到走光 之外呢 其實呢 由他1月12號贏馬之後 今季之後六場 已經跑五個第二 好幾次都 都是 遇著一些復兵 有些狀元及帝 緊張大師 聖不嬌 這樣 就已經連 對於這些馬 你看回這些 聖不嬌 緊張大師 剛剛緊張大師 跑完沙田行平 都跑到第二 那狀元及帝 就更加不用說了 所以這匹馬其實 一路第二 亦都的評分 由7 即是一路 他又加得不多 又不是說 一路跑第二 一路入位 一路加分 其實呢 由他68分贏馬 接著 之後呢 就去到73分 加了五分 其實都是 中間 都是加得不多 那對上四場 都是 一直保持75分 到上一次 跑到第二 才加到77分 其實呢 加分的幅度 也不是太過分 這次呢 這匹馬 又是不幸運 10匹馬 本來是11匹 因為有一匹 金進退出了 只剩下10匹 那他排9匹 但這匹馬 大家可以看到 他排外檔表現都不頑 也回了回 4月27日之後 都相隔 都差不多 近一個月 近四個星期 操練都一路 做回正常 亦都試了 彈了一個800米閘 給他一隻馬 撻一撻 那隻馬 都 那些步伐都很爽 出步很爽 馬身亦都很飽滿 狀態都又跑回 雖然這場 有隻跳出世界 真是 扣女 但是 如果你說 谷草一千的性能 這匹 非凡 就絕對 好像馬名 真是非凡 亦都 適應了這麼久 進度 這些 半頭的四歲馬 應該只會越跑越好 以及 就是 預計明天 未必會有這麼多馬出來快放 其實對他來說 他早段應該也不是太浪費力 所以這匹馬 現在他 次月碗 53分 53元 我覺得 依舊值得捧場 潘頓 還要粗好給波建士 總之波建士 不要東張西望出閘 醒醒目目放在前面走 我覺得這匹馬三甲都頗穩固 所以這次我的尤達Bestback 就擺在尾場 第九場的三號 9場三號 說到這裏 今集的尤達Bestback 就到這裏為止 多謝大家 一直都支持我尤達師兄 這幾星期都看到訂閱人數 都有些理想的增長 但是當然距離 我的門檻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很需要大家的幫忙 記得看這條影片之餘 順便按下訂閱 按下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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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這條影片出去 希望可以多些人 可以看好這條影片 接下來開始就更忙碌 剛才我都說過 葉森那兩天 打給卡納布 馬會應該兩天都會過 所以我都要準備好 在這裏把第一手的事 告訴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尤達師兄 也祝大家明天好運 我們下星期日的賽事再見 拜拜